他被称为中国改革开放后 上海市和航天部最年轻的高级工程师 从工程师到上海市委任组织部部长 副市长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 全国政协新闻发言人 他都能从容应对 谁说我外行 我给谁拘工 在上海工作期间 他也是会见外宾最多的地方干部之一 阿拉法特同志 我是上海市副市长 你不能起飞 现在作为全国政协新闻发言人 他表示向外国人士介绍中国 应该实事求是 他就是全国政协新闻发言人赵启正 本期嘉宾向您解答社会热点问题 在两会期间 比如说重庆这个题 您怎么个准备的 你请问我坚持的问题 因为重庆这个问题 你说的主要是王立军了 他是闯到美国大使馆又出来了 那么外交部已经发表了一个说法 就是在调查中 那当然我再问问调查 是不是在进展中 那是在进展 那么没调查完 我也不能够去了解更多的细节 相关的机构将来会告诉大家 所以我就说 他在被调查中 调查有了进展 同时我也请教了有关的单位 比如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他是代表 还来不来 他请假了 那我就说出来了 别人不知道 我知道了 我就说出来了 就是这样子 重庆的问题不只是 这个王先生的一个人的问题了 他还有涉及到他的发展模式 他的唱红 很多的问题 这些问题怎么准备呢 这个呢 我个人认为 重庆他做得好不好 谁都有发言权 当地的人 我当地的确接触了一些 大学教授 青年的孩子 记者们 都说好 那我就说行了 外地说好不好呢 你隔着距离 距离越远 你观察的越不清楚 我们今天这么近 每个人眉清目秀 都是青年英俊 我清楚极了 远 这什么人呢 不知道 所以我觉得 不管他的事情多严重 重庆这么多年的进展 不能抹杀 这是我基本的看法 所以我就觉得 重庆的经济发展 社会发展 有了很多诚意 如果我在的话 我会问 我是赵部长 您看重庆电视台 大规模唱红歌的时候 我想请问您做何感想 唱红歌呢 不同年龄感觉不一样 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时候 我是九岁多 十岁的样子 所以这些红歌呢 我很熟悉的 的确唱哪一个歌 我想起来 我是初中 我是高中 这个七正马儿 快草原 这大概 是我初中考高中的时候 因为我母亲说 这歌真好听 说你的年龄 也可以七马了吧 就记住了 没有共产党 就没有信中国 我九岁 刚刚解放 大家都唱 所以我有历史感 我和你们年轻人 就不太一样 每个都想起我 从前那件事情 所以唱红 我觉得一定是 年纪大的人 唱得更带劲 年轻的人 也许能理解 也许能理解部分 它叫红 它是一个简单概括 有的我觉得 就是历史歌曲 我不知道 广东近年的发展模式 您有没有关注呢 广东呢 我印象最深的呢 还是深圳 因为深圳是 中国第一个特区 浦东的开发 是在深圳开发以后 十年才宣布的 没有深圳的成功 中央下不了 进行开发浦东 原因很简单 深圳开发前 是一个渔村样子 它就是失败了 对中国没有影响 上海当时负责 中国的财政收入的 六分之一到七分之一 这是了不得呀 如果上海财政出了问题 那中国立刻教育经费 办公经费 军费都出问题 所以不能拿上海去试联 但是浦东是 在深圳之后 是深圳 培京斩济的前进 浦东根上的 我永远是这么说 当初土地批租 中国土地 是公有制那时候 谁能批租 一开始批租 他说你卖国 还批租给外商 你们那些小不知道 这是很困难的 股份制 这怎么高股份制呢 这不是私有化吗 这不是把国有财产分了吗 难道 他用了十年的时间 克服了这些困难 所以普通开发的时候 不存在土地批租的困难 但是存在 如何批租好 如何不浪费土地的问题 股份制不成问题 问题是我们股份制 如何选择高科技的企业 所以一向我感谢广东的 但是模式这个词呢 我可能与大家看法不太一样 我不太喜欢用模式这个词 为什么 模式就是一个有样本 模范推广 可以重复 会出现这样的一种概念 那么特别是这个中国模式 中国模式有没有 有 模式是谁定义的 我请一种研究机构 帮助我 当时查过19种定义 那么大家讨论来讨论去 大家定义不一样 这讨论不就没意义了吗 所以我就说呢 与其讨论中国模式 不如讨论中国的发展的轨迹 叫做案例 case study 这个你就没有一意 普通怎么走的 当初是一片黄屋 每年投资 当时平均的要比如说100亿美元 以后做了什么 做了什么 这个不会争论 因为咱是摆着呢 但你说模式 我从来在浦东 我没用过模式 不敢用那个模式 有一个浦东之歌 有一个浦东之歌 那是歌颂浦东的 还写一遍说叫浦东逻辑 我们怎么想的 对浦东话怎么认识的 我也注意过 他们的省委 他们的市委 他们的省政府 没用过这个词 这完全是学者们 自个用的 自个用的 那么这个模式呢 你现在细看 它的定义根本就不清楚 其实我说广东的进入您的视野 实际上是现在互联网上广泛关注的汪洋书记 我想听听您对他在广东解决乌坎村事件的这样一个方法 以及他最近希望审批制下移的这样一个举措 你有没有关注 乌坎的问题呢 这是基层 具体的说 乌坎是个村庄 他这里的土地 批州出了问题 忽略了农民的利益 农民当然要捍卫自己的权利 叫维权了 那么村干部呢 又不接受 可能还有点 要北京话叫猫腻 也许还有点什么个人的利益 或者是剥夺了村民的因此 比较激烈的反抗了 那么这种情况下 首先要问谁对谁错 如果说这些维权的农民对了 那当然应该支持 这也是一个审视度势应该的做法 我觉得这个做法 我还是比较欣赏的 不能就说 要维护这几个少数的 不为人民服务的 或者是违法乱纪的干部 不能够支持他们 所以这个处理 我觉得挺好 对我们一个什么启示呢 最好是这种事情根本不发生 赵部长您是我们国家的高级干部 像广东的书记汪书记 这些人您有过比我们更近的交流 您的观察 对他们的这样一些做法 和您本人的一些评价 能够跟我们更加长一些的吗 我虽然呢 都是接触过 但是呢 因为我现在在政协了 我很明白 在改革开放的这条路上 我已经落后了 我离开浦东已经15年了 15年前的经验 那已经是股东了 他们比我年轻得多 只要10岁15岁 所以我和他们交流 我就是学习了 我绝不会自以为是去老乘成谈 他们都是结合他们自己特点做的 中国这么大 都是中央政策之下去做事情 但是由于地区不同 这种做法 重点 发展的日程表 会有区别 我觉得这样好 如果统一的步骤 那一定是要遭的 那么沿海地区 可以说这个改革开放 比内地 提前至少10年20年 甚至于25年 那么现在沿海开发的这么好了 那边还有地方刚刚开始 这边的经验 甚至于都不能说拿过去都用 所以我写普通那本说 我叫普通逻辑 到别处未必是这个逻辑 我还是有点唏嘘 和有点谦虚的 我不敢把它说得太高 所以我觉得 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的一种案例 他们本质上 从高的层层来说 都是党的领导 都是中国社会主义的一种方向 但是做法上可能有区别 这种区别是完全允许的 也许还不便说哪个更好 哪个不好 我是这样看的 我觉得您的确是问不倒 冷战结束了 但是我们不要忘记 中国它是一个共产主义国家 我们要告诉他们 台湾不是他们的事情 是国际的事情 凭什么 凭什么怎么变成国际事情了 那如果有记者问到 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 摆在你面前 你怎么评价呢 这个题目太大了 这个题目得讨论两天 这种问题不适合 在政协的发布上问 因为它这个问题 我两分钟就答不完 这是在什么上可以讨论呢 在最好是一个中西哲学论团上去讨论就比较好了 它去 如果认为70亿的人口的世界都是一种制度 下的一个结论太早 人类有记录的历史 如果埃及等等大概六千年 中国也四五千年以上 从历史的长河来看 还是初级阶段 还有几十万年的 地球只要不灭亡 我看人还是活着的 所以有很多的演变 现在就是说资本主义的制度最合适 那就是历史的终结 这个作者是个美籍日本人了 Fukiyama 他最近说 中国的制度的发展告诉我 也许历史还没有终结 这是他说的 的确不要要求我们一定跟他们一样 要允许各国人民去创造 否则那是一种霸道 这个世界文化有多大的差异 怎么可能全世界完全一种制度呢 那会有多大的困难呢 不要说制度 你就是法律 你比如婚姻法 你全世界都不能一样 你在北欧离婚的时候 对妇女特别有利 这我很赞成 您一直在向世界说明中国 实际上我觉得您更适合做外交部的发言人 您自己认可吗 不认可 因为我的外交呢 不是政府的外交 我的经历 我的经历呢 用老话说呢 这是民间的 用现在的国际一般用法 就是公共外交 就是政府以外的交往 但是我也在说明中国 不过我没有授权 不是特命权权大使 我不能去欠国家间的声明协定 或者是抗议 或者是代表政府的新闻发布 但是我和外国政要 和外国大跨公司企业家 和外国学者和外国记者 和外国青年 我有广泛接触 我这种接触呢 叫公共外交 就是公共public也是公众 但是它影响对方对中国的看法 我们非常希望 外国人对中国有一个正确的看法 对正确的看法怎么来 就挺难的 首先他看西方报纸 西方报纸写中国 他们的西方官就是 要找毛病的 他们说我们报道自己也找毛病 因为校车如果天天 顺利着送孩子走 他不是新闻 撞了墙了 是新闻了 那所以他写中国呢 是这样 另外呢 有历史上冷战参与 这不只是纪留 不能算纪留上去 里面撒切尔夫人就这种话 冷战结束了 但是我们不要忘记 中国 它是一个共产主义国家 我们要告诉他们 台湾不是他们的事情 是国际的事情 凭什么 凭什么怎么变成国际事情了 冷战思维 不能让中国领导亚洲 我们什么时候说领导亚洲了 所以他这种有影响的人物呢 就影响欧洲的或者西方的看法 而多数人没到中国来过 没到中国来过 把中国想象的就挺可怕 到中国来看 不是 我就说了 到普通一看 这跟曼哈顿差不了太多 我说我得比曼哈顿有改进 你曼哈顿楼距离太近 太阳照不着 玻璃反光 这个房间这么黑眼 我得距离远 他说你做得好 我说我参考你们的经验 感谢你们 你们有经验 你们做timey了 好 我们就这个 向世界说明中国这个问题上 大家请问赵部长 您请 赵部长 这是CNN的记者 鸡笔 谢谢 您认为外国人或者是外国媒体 对中国最大的误解是哪一个 最大的误解有两个 这个问题我跟基辛格博士谈过 谈了20年了 我最近到美国去又谈这个问题 有两个 一个 中国越来越强大了 中国向何处去 在外国经常有这种问题 十字路口的中国 到十字路口 它可以拐弯 它可以往前走 这怎么说都有 将来中国会很强大 但是很霸道 中国经济量很强大 但是秩序很混乱 中国要衰败了 经济也不行 政治也不行 外国人就说了 这对我们国家有什么影响 中国如果发达了 买我们东西多了 这是好的 如果有霸权了 我们怎么办 就对中国 是不是威胁它 第一个 第二个 中国经济这么强大了 产品物美价廉 我们的企业移过去了 我们资本跑了 那岂不是我们失业人多了 这经济又威胁了 也就是说 中国会不会像以前的苏联呢 在政治上军事上跟我们对立呢 中国会不会像七十年代的日本 那么有钱把我们好莱坞都买了 两个 那么我在上海工作的时候 问基辛哥 我说哪个重要啊 他说美国人比较现实 可能还是经济问题更重要吧 我去年我又去了 我说我二十年天问的问题 我再问一遍 现在国际很腐浪 也许两种都有吧 基辛哥 关键问题是这两个 由于这两个问题 就多了 中国威胁论 中国衰败论 什么都有 毕竟世界不一样 拉丁美洲对中国一看法 非洲对中国一看法 欧洲对中国一看法 美国对中国一看法 日本还一看法 不是一样的 不能简单 但是中国外国不行 中国欧洲 中国美国 中国日本中国东南亚 中国阿根廷 就这么做的啊